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今天很開心 是一條新樓開箱和分享出租的影片 我們來到Concord Brandwood 第一座 剛剛交樓 昨晚來收樓的單位 29樓 兩房兩次732呎室內 即西藍角的單位 屋主準備將它放租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單位 順便來講一下Concord Brandwood這個樓盤的特色 因為去了這麼多年 它的showroom 終於是實際可以上到現樓 它也有很多特別的地方 跟其他發展商的樓有些不同 我們逐樣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就是這個Concord Unit 方向是南和西 它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這個露台發展商特別做了堂門 首先理念之一 它就是想盡量把整個單位的牆壁去掉 用這些很厚身的玻璃幕牆去支撐 所以每一道門 都是比我們平時推開的露台門 或者堂門是重新很多的 用它全部延伸過去 這裡都是可以一直推到過去的 所以大家可以由單位直接走出去 或者跟內外走得很舒服 這邊就是大露台 室內面積是732呎 外面的露台其實也很大 大家可以看到 足夠大家可以放六人餐桌、梳化、BBQ、開派對 然後我們可以繞一圈單位和大家的景色 剛剛說了方向的話 這邊是西 這邊是北 現在看過去超美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今年的秋天來得比較遲 跟冬天混在一起 所以已經有些雪山景 下面還有很多黃葉、紅葉 我覺得景色也挺漂亮 尤其是照出來看的時候 後面是西北 這邊前面就是靜藍 所以我們如果由單位那邊的牆壁 你在露台會看得很清楚 向南 Metro Town 然後我們正前方 就會有一些已經起好的Low Rise 這個打斜望過去 這個東南位 就會是Journal Oasis的樓盤 現在都在賣 這裡再過去就是 第二、第三、第四座 就是一個重疊形式 所以我們在Tower One 這個單位看過去 就不會看到四座屏風樓 只是看到一座 然後剛剛說了 Kong Kong Brandwood 的單位設計特色 它是沒有窗 什麼意思 沒有窗 就是這間房間 三片大玻璃門 不是 兩片玻璃門 和一片大玻璃 大家要通風 就開窗通風 也可以直接在露台出入房間 這是第二座層 房間是廚房 這是主人房 一片小玻璃 這裡是三片大的玻璃 又可以在露台出入 既然回到主人房 就順便介紹 主人房的話 它的尺寸都可以 可以放到 另外做了三門的衣櫃 Kong Kong的膠樓標準 就是衣櫃 打開就會亮燈 裡面全部都是木紋面 亦做了很多通雅 一格格的櫃桶 三格衣櫃 然後看完這個房的景觀 看出去差不多是向南 所以陽光很充足 冬天會很溫暖 夏天會有開冷氣 然後這個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好像這些洗手間 我們看過很多 Kong Kong都是這樣的 特色就是有Medicine Cabinet 然後下面這些打開的櫃裡面 都會有兩格的櫃桶 左手邊這裡 就是有個可以放牙刷杯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樣 Kong Kong的特色就是 其實它採用大量的Marble 大家看到現在這些長的鐵磚 這邊地下 其實全部都是Marble的材質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它的美觀 還有因為它是天然的 所以它其實每一塊石的紋路 都是不同的 不會說是不斷地重複的 不過Marble打理起來 都會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Kong Kong收樓的時候 他最夢都準備了一張紙 去教大家怎樣去維護 每年都要做燒 有水積那些東西 立即要抹 好 我們現在就看看 主人房走出來 旁邊左手邊同一個方向 就是2nd Backroom 剛剛也看到了 2nd Backroom的尺寸也是差不多的 然後這邊也有個衣櫃 這個就是打開門 跟剛才那個很相似的 然後這裏就有多個closet 給大家放東西 我感覺上這個單位的 儲物空間都很充足的 除了這裏之外 門口還有closet 我們現在回到客飯廳的空間 他做了一個長條型的廚房 長條型的廚房有足夠的桌面空間 這邊是30吋的雪櫃 下面是冰櫃 然後他的面是石英桌面 這些都是剛剛說的marble tiles 然後上面也有一格格的儲物空間 爐頭是30吋 4個gas burner 分得比較開的 大家可以放到大的鍋 然後下面也有櫃桶 還有這些全新的organizer 他的電器package就是bosch 他這個單位的優點 就是把這裏 把微波爐和焗爐做在牆壁上面 變成大家用微波爐 或者用焗爐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用污身的 比較方便 下面上面也有儲物空間 廚房在這裏 中間可以是飯器位 或者大家喜歡做一個island 這盞燈很搞笑 交流時會給你普通小燈 你將來可以自己轉做一個 更漂亮的chandelier 然後這裏就是客廳空間 電視牆壁 這裏有很多空間可以讓你走出走入 這裏是concord brandwood 第一期的設計 當初賣的時候是2017年 下一期就是concord oasis 這裏會再將這裏升級 如果大家記得 concord oasis的showroom 我們經常去看一個 都是這樣的玻璃門 這裏是如何聯繫室內和室外 去到concord oasis的時候 到時交流就是 這個欄杆裡面 還會有glass panel到頂 基本上就是覆蓋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一個這麼大的露台 如果是很冷的時候 可能沒什麼實際的使用空間 大家都會說 我未必會出來 這麼冷 要穿一件魚泳才能出來 要感到天氣才能出來 但如果這邊全部都是glass panel 雖然說不可以密封 但起碼多了一層玻璃 然後上面會有暖氣 下面就可以鋪上這個tiles 出來使用的空間 機率就會多很多 也會實用很多 現在都不錯 我們看看單位的設計 剛剛就是客飯廳、廚房、兩間房 來到這裏就是三棟門的衣櫃 主要的儲物空間就是這裏 concord做了一格格的櫃位 讓大家可以放鞋房雜物 然後這裏就是洗衣機乾衣機 用的牌子是bloomberg 然後這裏就是門口 門口進來左邊就是洗手間 這裏就是客廁 跟剛才主任的洗手間基本上一樣 它只是換了做洗手間 所以這邊就是鋪了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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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或者是交樓的包裝 我都覺得不錯 因為我們做地產經紀 經常都會去幫客人收樓 我覺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注意事項 譬如concord交樓的時候 剛剛不是說了 它會有什麼marble 那些check list 除了那些東西之外 其實它真的很好 它會有一個for plan給你 但是這個for plan 就不是賣樓的for plan 它主要是告訴你 你的shut off在哪裡 譬如是gas shut off 如果你要關掉煤氣爐 就在櫃的後面 廚房底就是ditch washer shut off 水的按鈕在哪裡關掉 然後呢 它還做了一張 好像八方manu的東西 就教大家 move in move out 找誰 customer care 找誰 什麼時候要去shut off water 冷熱又怎樣處理 Washer dryer又怎樣維護 我覺得這個feature 就比較重要 可以讓大家 無論你是屋主自己自住 可以經常看這張manu 或者當你有租客的時候 你可以這張manu 跟他通過一次給他一個copy 就可以更加細心地 維護自己的單位 還有很多其他類似這些 就不一一細說了 拿了兩張重要一點 跟大家分享 好了 這個單位還有一個特色 是沒有介紹的 就是它有這個blinds 大家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 如果大家是 如果大家覺得太光亮 它有一個遮光鏈 它有一個遮光鏈 因為始終這些木製的地板 那些櫃的東西 如果你的單位是有很多陽光 都最好拉一拉鏈 就是不要長期這樣開著 所以變成我們每次 去做showing的時候都開山 每一個這樣錄的拉到很累 拉到手都磨皮 有這些motorized的東西很好用 然後呢 很漂亮 都看到風景 是啊 我就是覺得它剛剛挖完之後 它是黑色的材質 但是它是透到一點點光 它將最淺眼的那陣光隔了 變成就算你是下了鏈 都不會覺得沒有東西看 馬上好像很暗黑 因為加了一層filter 很搞笑 我們現在因為剛剛收樓 昨晚收樓 我們今天再整理一下 才會寫廣告上去放租 我實現跟大家看一看 未定實一個租金 預算是3000頭左右 給兩房單位 如果你有評趣的話 可以盡快先段到我 如果大家也喜歡這個屋卷 但我知道很多朋友 可能你是在讀Stream A Sream B 是未立即有身份 未可以去買樓 尤其是2023年1月1日之後開始 外國人是不可以買樓 所以如果你是想去準備 買定一些2024年左右交樓 這個屋卷的話 其實都有選擇 大家在這邊看過去 我剛剛不是說 除了第一座有第二 還有後面第三、第四座 第三、第四座交樓期 大約應該是2024年的年中至年尾 所以現在市面上 都是有不少的assignment 類似是轉讓樓花之類的東西 是放售中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聯絡我 我可以給大家選擇 我可以給大家選擇 好了 我們出來這裡 又看到Metro Town 又看到Brandwood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賣 Concord Oasis 或者Amazing Brandwood 這兩個樓款的時候 遇到大家最多的問題 很多朋友會去比較Brandwood和Metro Town 到底誰的潛力發展得好些 我到底應該買哪裏 我回答了很多次 重複重複 我都很希望可以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做選擇 第一點就是Location上 其實Burnaby這個城市是很大的 它在大溫整個範圍裡面 是屬於很中心的位置 比丹灘更加重心 因為丹灘已經是比較偏西邊西北 Burnaby 北邊可以接通North Shore 即西溫北溫 然後向西邊就是溫哥華丹灘 東邊就是Coculum Surrey 南邊就是Surrey Richmond 所以這裡是四通八達的 無論Metro Town還是Brandwood 都有它的優勢 Brandwood是近一點丹灘 近一點西溫北溫 Metro Town是近一點Richmond 近一點Surrey 所以其實Location上是很好的 大家都有Skytrain 但是如果你說一個摩的配套 商場哪一個好一點呢 一定是Metro Town 因為Metro Town的商場 已經發展了幾長的一段時間 很大多數的品牌都入住了 無論是出名一點的牌子 還是普通的平民化的牌子 包括是買東西吃、買衣服 超級市場也有幾個在商場裡的 大統華T&T Superstore Brandwood的牌子 現在相對比較小 因為Amazing Brandwood 始終這個牌子還是相對比較新 舊的牌子不算很大 新的牌子就改了一個部分 所以它需要多一點時間 去將牌子建設出來 這是一個發展中項目 Metro Town基本上是已發展項目 所以這個牌子不一樣 所以是否一定是Metro Town好呢 其實又用另一個角度可以和大家分享 因為Metro Town的地是有限的 而且由一個外來人 由香港移民到溫光華的角度去看 我會這樣看 我覺得如果要一個 一個小城市發展的方向 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 一個就是要有Sky Train 另外一個就是要有商場 或者要有很多街鋪地鋪去滿足大家的衣食住行 這兩個Metro Town和Brandwood 其實都是做到的 但是Metro Town那邊 那邊有一個小小的弊端 就是大家要留意到的話 其實Metro Town那邊的Sky Train 原線 只是去到Metro Town的位 才跟很多店舖的Kingsway 即Central Boulevard和Kingsway 最窄的一個位置 交匯處就是Metro Town 所以所有的房子都密集在Metro Town 而且地因為很多都已經有人住在上面 變成發展商要去收地 開一個大屋苑的難度比較高 其實溫動也是這個問題 但是Brandwood這裏我會覺得有點不同 就是它Low Heat本身是一條Highway 它上面有Sky Train 然後Low Heat的兩邊 都可以有很多的店舖 或者是工作的地方 所以Low Heat是比較集中的 它整條Low Heat一路過去Dow Town方向 而且它前後兩個站 都有足夠的空間和空間去做屋苑 所以大家從這個位置看過去 這裡是幾棟正在建的樓 最遠的天秤位其實就是Gilmore Gilmore Place 那裏都有幾棟樓 圍著Sky Train站 所以這裡一路可以延伸過去 所以大家看到Brandwood站一路過去 都有很多高樓 反過來 這個是向西 向東 Hodam都是一樣的 一路可以延伸過去 全部都是同一條路 所以我為什麼會覺得 很多人會覺得 或者我個人會覺得 Brandwood的發展空間很大 主要就是因為它的土地資源 是容易利用的 這些全部都很少是住宅 這些是商業辦公室樓 就是三層 可能有二十幾個辦公室 這樣 這一塊地 當初我在這個公司工作的時候 還未拆 現在拆完了 這些都可以一個一個Low 這樣被發展商買起 就做大型項目 所以這兩個分別會在這裡 Herms of 食物買東西 中式化 Chinese wise 真是Metro Time多很多 有麗精 有大統華 有很多中餐廳 吃東西 Brandwood就少些 我們要看一下 這幾棟樓入住之後 然後慢慢去到 2025 2026 2027 越來越多樓交了之後 會不會可以多些中餐 所以我知道 就是 年輕人 我當自己很年輕 美國來的IT人 或者香港回流過來的朋友 很多都很喜歡Brandwood 反而好像我媽媽爸爸那輩 因為我有問過我爸爸 我說如果你們將來 去住房子的話 你想住哪裏 他想了很久 我也是喜歡Metro Time 因為我想要去麗精買菜 這是我爸爸的想法 我自己跟機仔 我會覺得Brandwood更新 更新 這一個是Concord Brandwood 第一期的入車 以及人可以走進來的位置 它有一個很大的平台 這個應該是噴水池來的未來 Low Heat 這條是Low Heat 也可以停車 外面停滿了不要緊 你可以駕車進來 這裡有一個入車庫的位置 才出來 它的好處就是 分開了入和出的兩條路 變成有些時候 你不用那麼怕會遇到對頭車 如果你要暫時來這裡 停一停 拿東西 它也有幾個停車位 至於它停車場 其實有分兩個入門 一個是Low Heat的路面 但Low Heat的路面 出車只可以向東行 去不到 Amazing Brown will go more 大家可以走另一個 在P4的出口 就是這裡斜了下去 多層 那邊出 就可以容易去到 例如Solo 或咖啡 去Whole Food 或者是向西行的方向 我們現在進去Low Bee 跟大家分享一下 Concord Brandwood Hello Concord Brandwood 它分兩座 Concord Brandwood 第一期的兩座 我們剛剛的第一座 等等 你的袋子有點奇怪 給我 它有垃圾桶 你會看到這個大堂 就是Tower A 和Tower B 在門庭進來 有一個很漂亮的Concord 其實我們昨天晚上 來收樓的時候 其實也很漂亮 因為在外面很黑 遠遠地就已經看到 這裡有一堆燈火通明 進來就分兩邊 Tower A 就是第一座 我們剛剛的單位 就向這一邊 另一座就向那邊 另外大家會看到 這裡有三部升降機 這三部升降機 是去停車庫的 我們可以看看 電梯的風景 很少電梯有風景看 這裡 這是第一個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幫我做P3 Carrie 這個電梯位 因為它現在是高的位置 剛剛說了 這邊是向南 這邊下去 就開始是斜路下去 玻璃電梯 對玻璃電梯 特地給我們看景觀 這樣 然後到下面 開始就地底 那就是停車 我們的車位 就是P3 這次收樓 我們看停車場 因為對比其他有收樓的單位 這個停車場 都算做得OK 因為它起碼 地面上面 有鋪一層 有些發展商收樓的時候 地面就沒有那麼漂亮 可能就是水泥 有些砍 而它的車位 都相對來說大 我們這次分享的單位 就是一個大小的住宅 大家可以看到 我拍了一部車 但甚至它小車 都比我想像中 是好一點的 因為有些地方的小車 譬如我W1的部份 是真的很窄的 房間都佔了空間 這就算好 走了幾步 就到了車位 都算方便 它全部的車位 因為後面都會已經有 EV Level 2 Ready的充電 大家買了一個充電器 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我們現在就很餓了 先吃東西吧 這個是開頭 吃了東西再看 對 今天是美食環子開始 它的名牌 就是一個龍蝦刺身餐 主要來的是這一盒刺身 包裹一隻新鮮的龍蝦 龍蝦刺身肉在這裡 然後就會有些不同 嘩 它動得很沙漫 還很害怕 好像很殘忍 繼續 對 這些是龍蝦肉 然後這些就是三文魚肉 這些應該是吞拿 然後這邊是油甘魚 咦 它還是有這些三文魚肉 Anyway 這裡還有一些不知什麼 鑼 北旗貝 是嗎 這些應該是鑼肉 應該是鑼肉 應該是鑼肉 然後之後 它好像還會拿龍蝦去做烏冬湯 這樣 還會拿頭 是嗎 對 那就88元 然後它會有這一盒刺身 再加上烏冬二人份量 好吃 跟主要熟的龍蝦肉的味道全不同 先看看吧 很快 龍蝦可以吃刺身 看不看 這個不是北旗貝 那是八爪魚 你剛剛說錯了 龍蝦肉 像什麼肉 好一點 其實像蝦肉 像甜蝦肉 不過 再好像硬一點 就是煙硬一點 好嘗 好嘗 不錯 今天穿黑色衣服 用菜的 沒有菜吃的 是啊 野生生人 這個油甘一點 挺好吃 我可能沒吃過 這個北旗貝 在這裡剛才都沒看到 好甜 你不是說不想吃生菜嗎 不知道啊 龍蝦有興趣 很喜歡吃龍蝦 剛剛他拿走了整隻龍蝦 然後他做了一個龍蝦湯底的烏冬麵 這個大家都看到幾大盒 其實都是二人份量 這些是烏冬麵 那隻龍蝦 他都好像再湯開了 是不是 再 剝開了 那個腿 在哪裡 肉 有這些 可以吃 剩下剛才沒吃到刺身的肉 嘩 好大肢膏 這邊是膏嗎 是啊 老漿 老漿 嘗嘗 老漿 嘗嘗 老漿 這個麵好像不夠入味 我覺得 好 好 好 老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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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口 你吃一口 你吃啊 我吃其他 OK 很好 好 阿薇 好 我們先試鏡 一二三